我们因为要发布在手机上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检查表 检查表 麻烦先用手机配置 手机配置 那通常我们会 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呢 好 首先在手机配置这边 你把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这里 然后来去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把第二张图 拖曳到第一张图的下面 可以吗 好 甚至我会把它刻意往下 就是留一点空间 因为到时候人家是可以滑动 那个画面 然后点了一下它 然后这边就会产生变化 好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 发生率 发生率 我这个资料表 我这个资料表我就不呈现了 最好不要把那个 就只要呈现呈现那个 呃这个结果的统计图表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做完之后呢 做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回去桌面配置 桌面配置 桌面配置 在检视表里面我们有分两种模式 一种是什么 手机配置 点了手机配置之后 你就可以去把右边的这些视觉画图表 搬到手机配置 上下排列 我们都是这样上下排列的 好 它第一张资料表看完就去看第二张资料表 再去看第三张视觉画报表 好 依此类推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呃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讲发布了 发布你要知道你们学校就是自己的自己的账号跟密码 你知道吗 你应该知道吧 那我现在我就是去做发布咯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发行 发行 所以点选常用 常用 这个档案先储存哦 这个档案先储存好 然后接下来点发行 然后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要输入自己的账号 因为我们学校的编排方式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那个民国一百年吧 对好像是一百年 我是真的是民国一百年 我就决定说啊 赚钱跟读书 我选择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就是我又再跑去念书 这个三零零 这个零零代表是一百 你们的学号上面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 那前面的话就分什么学士啊 硕士啊博士啊这前面有一个代号 然后后面呢 23是我们那个生物医学资讯所的编号 后面就是那个配给你的一个号码 好然后小老鼠 你知道你登入到学校的那个那个我们是用电子邮件 所以我要说完整电子邮件 所以我们是office.ym.edu.tw 你们前面这边应该也是office 然后后面这个就不是ym了 就是政治大学的那个代号 可以吗 后面都是.edu.tw 然后接下来登入 我这样等一个小时也过不了 因为那个网路没有开 好 现在网路开了 所以发行 好再输入一次 你们应该也有这个吧 有没有 没有吗 那如果没有我就讲更快一点 因为真的你们有 你们像例如说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微软公司给的office 365 免费使用到毕业那一天 我们也有免费的google g suite 可以了解啊 你不用羡慕我 你们也有 只是你们不使用而已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真的 你只要在这所学校 你不管是教职员工生 你只要属于政治大学就一定有 是全台湾各个大专院校 微软公司跟google公司都是用免费政策 因为毕业之后 你们就继续会使用他们公司的产品嘛 对不对 而且你的毕业没剩多少天 但是未来他可以赚很多很多 这样理解吗 好 我继续输入 反正放长线钓大鱼 那我们是人 不是鱼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说请输入密码 这个这个账号通过了 然后密码 好 他说正在发行到power bi 吃惯 他刚出现了 然后又说选取我的发布的目的地 就是在我的工作区 好 选取 好 他现在就去发行了 他把现在这个 登革热发行率2019-1025.pbix 发行到power bi 我这边发行讲了 我想我想要教你们就是气象资料 气象资料 例如说好了 我不想你们也可以分析一件事啊 你们可以去分析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个天气好的时候跟天气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影响那个就是这个政党的得票数 可以了解吗 那如何避免如何避免 如何避免 天气影响 天气影响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改选举的方法 例如说 比如说在家投票 比如说在家投票 手机投票 手机拿出来直接滑一下 就投完票了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方法 有些方法其实是可以改变 不是改善 就是说改变 好 那在这个地方正在发行 他说成功 有看到吗 代表我已经发行成功了 已经发行到网络上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因为是放在微软公司的一个网址 所以如果说别人去搜寻什么 登革日发生率2019-1025就会找到 好 这是这是请你们要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希望不要把这个资料给全世界都看得到 搜寻得到 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安装一个叫做 那个就是 Report Server 就是Power BI Report Server 简称RS R是指Report 就是那个报告 Server服务 就是那个伺服器 报告伺服器 好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点这一个 在Power BI中 开启登革日发生率2019-1025点 PBIX 好 请点他 他现在就直接 连线到 Office 365了 就是我 他直接连线到我阳明大学里面的 Office 365 那我当时我已经有账号啦 所以我就可以登入 登入 好我对我就是用这个账号来登入 然后登入 然后保持登入吗 是的 请问一下哦 我不是昨天做好 也不是前面做 我是刚刚做好登革日 那个档案 对吧 好 所以你看在我的工作区 我的工作区 你看哦 这边 这边 我是不是有那个 两张资料表 一个是各年 一个是各年登革日发生率 一个是发生率 对吧 各居住乡镇的发生率 各年登革日发生率 你看 这是网页的呈现方式哦 所以当我点了一下他 请问这边是不是都跟着一起在做改变 这个 这个就是Power BI Power BI它存在档案是不是叫PBIX 这个X就是一个XML XML它就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所以它在网页上 它可以直接运行 所以你到时候发布出去之后 你可以直接开网页 网页有看到吗 最上面那一定是一个HTTPS 什么微软公司 然后Power BI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现在你看到这个东西叫做Chrome 对不起 应该它用的是那个H 我现在装的是Windows 10 所以它用的浏览器已经不是IE了 它叫做H 可以吗 有没有听过H 反正就是微软公司的新的浏览器就对了 就现在这个网页的画面 可以哦 好 然后接下来 第一页讲这样第二页 我想都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刚刚在Power BI这个档案里面 你看到什么 你现在在这个 不过它还是用那个Chrome来帮我去打开 好 那请问一下哦 请问一下 你现在 你现在是不是要想要把这样子一个内容 发布出去给别人 让别人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到 对吧 所以那你们有没有那个 我等一下就要放在里面 你就可以点点看 你就会看到这几张报表 而且在手机上面都可以做联动 这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真的 真的 你绝对有那个O365还有那个G Suite账号 好 那请问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哦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我看一下 我每次那个画面我都要找一下 在 应该在 哦 不是编辑报表 在 你看行动装置配置这边通都有 好 等一下哦 在这里 在这里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档案 档案 有没有看到发行至web 发行至web 点选发行至web 然后建立内侃程式码 就是 就是这边 这边请注意 我要抠走的是这一个网址 我要抠走的是这一个网址 可以吗 就是当你今天去发行至web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一个网址 那个网址 很长 可是我等一下就是要把这个网址放在 放在我们那个手机 我们建立了这个群组里面 好 所以我先把它复制 先把它复制 先把它复制 好这个是POWER 好这个是POWERBI POWERBI POWERBI 的结果 登革热结果 好分析结果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网址 好 然后接下我就寄出去 好了 当我寄出去之后呢 这边我就可以登出了 我刚这边我就可以暂时先关掉了 关掉 在我的工作区 报表里面 登革热 这个 这就今天 今天我的资料 好 那我现在把刚刚 刚刚那个网址 那我是不是写信写出去 我的手机是可以收到这封信的 我应该也顺便寄给蔡老师 然后他就直接放 放在那个我们的群组 好 我现在针对这个内容呢 我先 不是要点他 我是要直接去 直接去复制 好 直接拷贝 拷贝 对哦 我就把那一串那个长的网址 好 被起来了 然后接下我要加这个群组 波机在里面 所以你们加进去吗 这个群组叫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加 才五个人啊 那我先要放网址进去了 我先要放网址进去 你要是在 我放网址之后才参加 你到时候会 看不到那个网址 赶快加入好不好 我只是要让你们感受一下 在手机上 以后你们的主管 其实是在手机上面来去观看 这些 视觉化报表 你就不用再问我说 老师我要怎么把那个 这个视觉化的这个报表 怎么放到简报里面 就请他去什么 请他去一个指定的网址 然后用手机就可以观看了 你们认为这样子好不好 当然好啊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他们的作业方式哦 你们未来 未来 说不定再过 因为总统好像是40 40岁以上才能选 对不对 对吧 我的意思说说不定未来20年后 再做就会有总统 副总统的产生 那你觉得 你会天天带着notebook跟笔电吗 不会 你可能带着手机或平板 因为台北市政府针对那个一级主管 是一人配一台 你要做到局长 你才会有一台笔电 一个iPay 好 我现在要放上去咯 好我就直接贴上 然后Enter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边就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 Power BI的Report Power BI叫Report 然后你点他 前提是你要先装好那个Power BI 你看我这边 我这边 他就开始 直接都看到这个内容 可以吗 是不是一模一样 来见证奇迹的一刻 来宾掌声鼓励吧 有听懂吗 你将来你不要再说用简报 简报的技术是落伍的技术 因为你要直接把第二页 呈现给老板看 第二页 对是真的可以啦 对了 我是用iPhone 那你是用什么手机 怎么还是这里 您看一下哦 各年登革日发生 各年登革日发生 这一模一样 绝对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就是把这个网址贴在手机上面 然后传出去 然后相关的人是不是就可以点 例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点到这个2015年 有看到吗 当我点到2015年的时候 这边这个数值全部都会 跑出来 可以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手机 比较不好点 我要跟你们强调讲一件事情哦 因为这个年数太多了 其实你在这边应该只要呈现 问题年 问题的那几年 会比较好 这边这个线材就会比较粗一点了 可以吗 好 可以 那我就继续了 因为我要告诉你哦 这些都是你们 正要 正要准备来去做的事情 真的 因为 举例来说好了 我就一天到晚 我就讲说 明知所欲 的话 一定会选上 听得懂吗 那什么叫明知所欲 那就请你自己去Google 有没有谁将来想要选总统的 你可以找我当你的 就是 找 这些关键字 关键词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真的 我们将来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来去 很多单位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的 例如说 11月 11月 12号 11月12号 那个 那个 明智 明智科技大学 以前是不是跟那个台座合作关系的 校长带头来学 他要知道是到底关键词是什么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就是说 这重不重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 可是 可是 这个叫做 使用技术 你不用他 不会觉得实在是蛮可惜的吗 如果我们还是走回头路 把这张图抓下来 然后贴到简报上面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而且你们是未来的主人哦 好了 这边我要先登出了 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主题了 你看我右上角这边 我最后是不是就点登出 登出 好 我当然不 也不需要提供给你我的阳明大学的那个账号跟密码 你们真的都有 真的都有 可以问那个 我们学校是打123 我们的服务台 我们学校服务台 你 应该也是123吧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 他们一定会很耐心的告诉你 好 你的 例如说 office365的账号是什么 反正都已经申请了 为什么不用 好了 接下来我想 这个范例我就先储存到这个地方 我再特别讲一下 为了你们哦 为了你们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应该是昨天白天有一个学生 因为我上课上到晚上8点多 然后回到家10点多 然后他说他想要在 上今天课之前先复习 所以我昨天晚上做到一点半 一边做一边打瞌睡 我把前面 就是第二次的课我都已经放在网路上了 到时候呢 我会把就是这三次的课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告诉蔡老师 然后请他可能就是发电子邮件告诉你们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例如说你就只要在YouTube这边搜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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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分析吧 加我的名字 数读大数据分析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你看有第一次第一次 好我不晓得第一次前最最最前面有没有录一下蔡老师的一点点声音 好 然后接下来有第二次 应该说我大概一个小时 我会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档案 方便你们分一小段一小段这样来去看 可以吗 所以第四次的话就是上一次上课的第一个小时 好 依此类推 所以有零四就会有零五 也会有零六 可以哦 那就请你们自己回去看 今天上课内容会变成 速读大数据分析07 我再介绍登革热这一段 然后还有发布分享 这应该是第二段开始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 我们有很多的资料都会放在网路上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介绍那个环保 环保署的资料 因为你们将来在分析的 例如说好了 选举会有那个投票的数量 到底跟天气有没有关系 这是不是值得分析的事情 这谁会去分析 念天气的人会去分析 还是念那个政治的人会去分析 还是都不会分析 如果没有人分析 你就赶快赶快去做这个 就是可以发表的事情 到底投票跟天气有没有关系